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营养生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人都是会老的 一个人老了最怕失去什么 我想大家都有各自心中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答案 其中最不能缺失的无非是这三样东西 很多人以为养儿能够防老 其实不完全对 因为儿女长大了,可以陪伴你的时间很有限 并且老人家一般会心疼儿女 不想耽误儿女的工作 不要打扰他们的小家庭 也会尽量不麻烦儿女 人过六时,最怕的不是无儿无女 而是以下这几件事 老了还要靠自己一点一点挣福气 最怕人还在,钱没有了 记得有一个笑话 有人问人老了最怕什么 有人答,最怕钱花不完,人就没有了 结果问的人说错了 最怕的是人还在,钱已经花完了 钱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载体 不管是在什么年龄段 钱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手段 我们不追捧为金钱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懂得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现实道理 而人活着赚钱养家创业等等 都需要钱这样东西来维系我们的奋斗目标 辛辛苦苦赚一辈子的钱 不就是为了老了不依靠谁 可以自己出钱养老吗 如果没有钱,老人也没有底气 说话都小声点,别人会看不起 特别是现在的媳妇 如果老人没有钱 照顾几天都很大意见,现实的很 很多儿女看在老人还留下很多财产的面上 才照顾老人 特别是儿女多的家庭 老人有钱,大家争着去照顾 希望从中得到一定的利益 如果老人没有钱,就大家轮流照顾 多一天都不行,觉得吃亏了 矛盾闹得满城风雨 人老了,其实最害怕失去的第一样东西 就是钱了 当我们老了 当我们身无分文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地位是比较尴尬的 像亲友要钱次数多了 有时候我们会不好意思 而自己养老看病等花销 又处处离不开钱这个东西 所以人老了,我们一定要懂得 给自己留足自己养老的钱 才能有备无患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做了一条小木舟 在村口帮人过渡 每次就是挤脚钱 后来挤块钱一次 他一辈子节衣缩食 老了还留下很多钱 现在他和儿女住在一起 逢年过节 给大家每一个人一个红包 结果大家又回敬他一个红包 礼尚往来,好不热闹 他说老了,他自己有钱 大家不要担心 这样的话一说出来 几个儿女就更开心了 因为没有了养老人的经济负担 不要大家凑分子来养老 钱不是万能的 但老了没有钱是很困难的 有的老人无依无靠 儿女每个月给几百块钱 都得看媳妇和女婿的脸色 甚至都要不到 还互相比较 觉得自己吃亏了 这样的日子 老人一点也不好受 因此,人过六十 有钱是你做人的底气 别真的把自己的钱都给了儿女 特别是儿女多了 给钱不均匀 会导致矛盾更多 自己做人也更为难 老年人离退休后 会因为不用上班 远离了社会生活 会因为子女独立成家 成了空巢家庭 会因为行动不便 逐渐和亲朋好友疏远 所以经常感到孤独 老年孤独的危害极大 有专家研究认为 孤独的人得病的概率要高 还容易产生悲伤感 或抑郁情绪 成天精神萎靡 久而久之 会转化成严重的抑郁症 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少年夫妻老来伴 人过六十 如果身边没有了伴侣 是孤独的 特别是有病痛的时候 喊天天不应 喊地地不灵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说的是一只大白鹅 它以前总是和另一只大白鹅 成双成对出入 天天在池塘里游泳 结果另一只大白鹅生病过世了 过了一阵子 大白鹅发现了一辆小车 于是天天在小车旁边 不愿意走了 主人觉得不对劲 常常去驱赶大白鹅 希望它去池塘里玩耍 结果就是不走 后来主人看着大白鹅 突然发现小车的油漆很光滑 可以映射出大白鹅的影子来 大白鹅把影子当成了伴侣 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了 这样的思念让人动容 作为人来说 又和大白鹅不是一样吗 失去了伴侣 或者弄丢了伴侣 真的很难受 天天思念着 希望有朝一日 身边有人陪着度过余生 当我们老了 能够陪着我们相依相伴 一起聊天 一起吃饭 一起散步 一起唠唠叨叨 婆婆妈妈的人 就是我们的老伴了 当我们步入晚年 最怕孤独和寂寞 人过六时 如果身边没有了伴侣 却又害怕孤单的话 可以再找一个 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黄昏恋虽然不像年轻人一样美好 但互相携手同行 度过余生也是福气 不图名 不图名不图利 就图不孤单 当然 如果不想再找 老年人也可以自己打破孤独 经常走出门户 和老朋友聊天 散步逛公园 都有渐脑渐心的效果 易于延年易寿 更多地融入社会 就能够远离孤独寂寞之感 老年人应当主动走向社会交朋友 不但旧朋友应当保持联系 而且还要交新朋友 使生活变得丰富 最怕天天生活在病痛之中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这是形容病痛的难处 如果是老年人 病痛要消除会更难 常常看到老年人摔倒了 几个月都不会好 骨折的地方几年都会痛 对年轻人来说 摔个跟头一般不算是 可是老人如果摔一跤就是大事 很有可能从此卧床不起 甚至不幸逝世 因此 从医生到老百姓 有个普遍的共识 老人经不起易摔 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因跌倒造成伤害的 达2500万人 老人一旦摔倒 长期卧床 不但会加速身体衰退 还会引发焦虑 抑郁情绪 严重影响老人的身心健康 和生活质量 人过六时 要扶老 不要当成小伙子一样了 特别是看到有同龄人 坐在轮椅上 那滋味真的不好受 健康是福气 是最大的财富 老了失去了健康 再多的钱也没有用 再大的房子 也住着没有温暖 人老了 好好锻炼身体 并且注意 从中年人开始 就养生健身 善待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